Bonjour,欢迎来到复江网校法语课堂 Bonjour,大家好 今天呢我们还是以一个复习的形式 来讲评第三和第四单元的单元练习 那同学们坐下来感觉如何呢 其实我们这一次的单元练习呢 还是分为三个部分 那分别测试了本单元的三个重要的语发点 是那三个语发点呢 我们一起来看一看 首先测试到的是我们对于部分贯词的掌握 首先部分贯词的词形 大家应该都没有问题了 阳性单数的du 阴性单数的du 它们出现在原音或者亚音二十打头的名词前十 所变成的du du一撇的形式 还有负数的du 这样的几种形式 我们根据它们所限定的名词来选择 那么部分贯词的主要用法呢 我们讲到了三点 首先它可以用来限定一些不可数的物质名词 那经常用在吃一些什么东西 或者喝一些什么东西 这样的表达理 因为我们所吃喝的食物饮料 一般都是不可数的名词 这是部分贯词的第一种常见的用法 第二种呢 我们说到它可以用在动词 faire的后面 表示从事某一种运动 或者从事某一项爱好 比如 faire du sport 具体一点的呢 faire de la natation faire du tennis 等等 表示从事这项运动 或者从事一项爱好 faire de la fin dure 画画 faire de la musique 等等 这是跟在动词 faire的后面 然后第三种用法呢 它还可以用在一些抽象的不可数名词前面 比如勇气啊 耐心啊 或者我们有一道练习题当中提到的一个运气 一会儿我们可以看一看运气用法语怎么说 这就是我们通过这两个单元的学习 所需要掌握的关于部分贯词的一些知识点了 那么接下来我们来看一看 几道和部分贯词有关的练习题 首先第一题 silvie pont 这里需要我们填一个贯词 那么它所限定的名词是 de 茶 茶当然是不可数的名词了 而且它是阳性单数的 所以我们应该用 du silvie pont du silvie呢 在喝茶 pont du et puis on fait souvent du sport 非常简单了 跟在 faire的后面 那这句话的意思是说 我们经常做运动 on fait souvent du sport 当然了 on在这里具体指代的是什么呢 并不明确 暂且把它认定为是我们 下面的问题 aller du courage 加油 鼓起勇气来 我们会发现这三道题目呢 正好对应的就是我们刚才复习到的部分贯词的三种用法 所以应该还是比较简单的了 那么下面的这一题呢 看看有没有同学掉进陷阱啊 il ni a ba 名字是legum 而且用的是附属的形式 所以具意呢 很简单 就是说这里没有蔬菜 那前面的罐词应该填什么呢 有同学说 蔬菜嘛 应该用部分罐词的附属形式 de il ni a ba 没有 一点都没有 那我们还记得那个小语法点吗 在表示绝对零数量的时候 不定贯词或者部分贯词都要用借词de来代替 所以这里呢 应该填的就是de il ni a ba de legume 其实我们只要记好了 il ni a ba de这样的一个句式 这个题目应该也不会做错了 对吗 那同学说 既然是没有 为什么后面的legume 用的是附属的形式呢 这一点我们注意了 在表示没有什么什么的时候 名词用单数或者附属都是可以的 也就是 il ni a ba de legume 或者 il ni a ba de legume 这两种写法呢 都是允许的 其实究竟用单数还是附属 要取决于前面的那个问句 那这个legume的例句呢 表现的不是特别明显 我们来换一组 比如说我问你 est que tu as une sœur 你有一个姐姐吗 那假设我们是没有姐姐的 那这个时候你可以回答我说 non je n'ai pas de sœur 因为我问的是une sœur 所以你的回答当中也应该用单数的形式 而如果我问的是 est que tu as une sœur 你有姐姐吗 我没有说一个还是两个 我用的是附属 那么你在回答的时候 也要根据我的问法来回答 non je n'ai pas de sœur 所以两种写法都是可以的 关键取决于对方的问题当中 用的是单数还是附属了 那我们再回到这一个题目当中 大家要记住这个语法点了 表示绝对零数量的时候 不定贯词或者部分贯词都要用de来代替 et puis后面的这一题呢 就是我刚才说到的 用部分贯词来限定抽象的不可数名词 Paul a de la chance Paul现在运气很好 那我们可以从这一题当中 学到一个新的词组 叫做avoir de la chance 就是运气非常的好 那运气肯定是一个抽象名词了 所以用部分贯词de la来进行限定 我们也可以看两个跟他有关的例句 比如 J'ai vraiment de la chance 这是我们口语当中经常听到的一句话 我的运气真不错 J'ai vraiment de la chance 还有呢 有一个表示祝福的 Bonne chance 祝你好运 Good luck Bonne chance 这两句话我们也可以记住哦 那以上呢 就是我们这一份测试卷当中 关于部分贯词的一些练习了 大家可以根据你的做题情况来看一看 你有没有遗落的地方呢 那接下来的几道题呢 则是关于我们这两个单元当中 另外一个非常重要的语法点 le basic compuze 复合过去时 我们也来做一个简单的梳理 复合过去时 它的构成呢 其实非常的简单 用助动词加上动词的过去分词 就可以构成 bassi compuze了 那我们也分为两大部分来进行掌握 第一部分是以 avoir做助动词的情况 那法语当中大部分的动词 在变成bassi compuze的时候 都是用avoir来做助动词的 而第二部分呢 则是其中的一些 比较特殊的 用at来做助动词的 哪些动词属于这个情况呢 是一些表示状态 或者位置移动的词 比如上去啊 下来啊 回来啊 出发啊 等等 还有出生 去世 这一组也是非常典型的 用at来做助动词的 那在用at做助动词的时候 我们要尤其注意一点 那就是过去分词 是需要和主语进行配合的 这一点呢 我们也在测试卷当中 用好几道题目来考察大家了 不知道同学们 有没有仔细的注意到这一点呢 其实把这几点掌握好了 我们的测试当中的题目 都是非常简单的 一起来看一看 第一题 el 动词是 écrire delette 他写了一些信 écrire 是一个比较普通的 节目动词 所以用avoir做助动词就可以了 所以变成复合过去时 应该是 el a écrit delette 这道题目如果做错呢 我觉得大部分同学 应该是栽在了 écrire的过去分词上面 所以呢 过去分词是非常重要的啊 我们再把那张表格 拿出来看一看 大家可以再记忆一下 这些常见动词的 过去分词形式 écrire 它的过去分词是 écrire el a écrit delette é puis第二题 quand marie 动词是 naître 当玛丽出生的时候 mes parents n'avaient que vingt ans 我的父母呢 只有二十岁而已 在后半句当中 其实有两个 我们还没有学过的语法点 第一个是 nave 这个ave 它是另外一种过去的时代 叫做未完成过去时 那我们也马上会学到的 在这里先了解一下 它表达的是 过去某一时间段的 一种状态 他们当时 仅仅只有 二十岁而已 这个二十岁呢 至少也持续了一年 对吗 这个时候我们就会用 这种时代来表达 还有一个小的语法点呢 它用到了 ne que 这样的一个表达方式 它表示的是 仅仅 只 那我们现在呢 当然还是以理解为主 其实后半句看不懂也完全没有关系 对吗 因为题目给大家的就是 用动词的复合过去时形式填空 所以后半段根本就不用看了 那我们看到这里的动词是net 出生 它的复合过去时呢 应该是用être来做主动词的 所以是 comma ri et ne netter的过去分词形式 ne 还要注意哪一点呢 因为是用être做主动词的 所以它是需要和主语 marie 进行配合的 marie marie 一看就是个女生的名字了 所以这里的ne 也需要和主语 marie 进行配合 多加一个 en 就是这道题的重点了 那后面一道题呢 其实也差不多 它说到的是 les deux petites filles 这两个小女孩 动词是mourir 看起来有点可怕 怎么两个小女孩死了呢 其实这里呢 是一个比较夸张的表达法 我们看到mourir 后面还跟了de rire re是笑的意思 所以大家可以理解一下它的意思 mourir de rire 就是笑死了 和我们中文的表达很像啊 所以这里并不是说他们死了 而是说他们笑得非常的夸张 也要用到复合过去时的形式 同样用être做主动词 那注意啦 这次的主语 les deux petites filles 是阴性负数的对吗 首先 主动词应该用 负数形式的 son elles sont mourte de rire 过去分词mour 有没有注意 和阴性负数的主语做配合呢 先变阴性加上e 再变负数加s 所以正确的答案是 les deux petites filles son mort de rire 嗯 这道题目可能有一点难啦 但其实考察的和上一道是一样的内容 都是过去分词的配合问题 那说到这个mourir de rire 在这里可以给大家补充一个比较潮的语言 嗯 法国的 可以说是网络语言啦 如果我们在上一些外文论坛的时候看到 mdr r这样的一个表达 同学们不要觉得它是脏话 merde啊 其实它是 mour de rire de saucy 意思就和英语的 l ol 是一样的 loving out loud 就是说这个内容非常好笑 我笑死了 很实用的一个表达 我们以后也可以用起来 好 接下来我们看下一题 主语是 nous 我们参观了那些与众不同的景点 后面的都不用去管它 那visiter是一个普通的旧动词 所以我们直接用avoir来做主动词 nous avonsvisité 注意用avoir做主动词的时候 过去分词是不需要配合的 所以这里的visiter 直接变成过去分词 visiter就可以了 很简单啊 后面一题 ma mère et mon père 我妈妈和我爸爸 这里的ma和mon 是我们在下一个单元里面 马上就会学到的 主有形容词 表示我的 我们会看到它有阴阳性的形式 对吗 我的妈妈 ma mère 我的爸爸 mon père 那首先我们要注意 这里主语就是两个人了 对吗 而且一男一女 应该相当于 il 他们venir à la fête de l'école 他们来参加了学校组织的这个 fête 联欢会 那venir 来到 它是非常典型的 表示位置移动的一个动词 我们应该用être 来做主动词 那être 在这里 跟在il的后面 应该是送 venir的过去分字形式 venu 最后还要注意什么呢 venu 要和主语进行配合 一男一女 我们算阳性复述 所以直接加上s 就可以了 ma mère et mon père sont venu à la fête de l'école 好 这样看下来呢 其实我们这几道 关于复合过去时的题 也不是很难 对吗 但是可能有一些同学呢 就是不断的 要栽在这个 配合上面 其实刘尼老师 刚刚开始学这些内容的时候呢 也容易犯这样的错误 我的很多同学也一样 会忘记配合这一点 当时呢 我们的老师是这样说的 我印象非常深刻 他说 你们现在老师忘记配合 犯一些小错误呢 其实是很正常的 因为你们现在 还没有真正养成 用法语去表达的习惯 毕竟还是在一个 学习的过程中 那当我们 学习到一个高度以后呢 就会发现 这些变味啊 配合啊 都是非常自然的事情了 那经历过那个时期以后 到现在 我发现 确实是这样 那也希望同学们能够加油 早日到达这样的阶段了 当然 如果你现在就已经非常仔细 不会犯这种错误了 也是很了不起的 好 那最后呢 我们还放了几道 比较简单的 关于借词 使用的题目 你来简单的看一看 第一题 Antonio 我们注意法语里 城市前面的借词呢 我们直接用 A就可以了 A Paris A Pékin A Shanghai A New York 等等 这个应该没有问题啊 下面一题 考察的是 在某一个时间点 我们也是用借词啊 A真的是非常常用的一个借词啊 Il est arrivé hier à 10h 他昨天是 10点到的 后面一题 Il habite 什么 un ami 我们翻译成中文 是说 他在一个朋友家住 那在某某人家里 我们有一个 比较有法语特色的借词 叫做 谁 I la beat 谁是 un ami 这个谁 好久不用了 大家也不要忘记掉了 C'est tout pour aujourd'hui 今天的内容就到这里了 我们下一节课再见